中国朋友来越南做过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来越南如果你能做到这三点 那么一定会很受越南人的欢迎 大家好我是越南小校章 也是你们的越南医老师 今天我有采访了一个中国朋友 我说你来越南做过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他竟然说那就是坐在地板上吃饭 原因是因为这两点 第一的就是腿麻 第二点就是 脚臭 因为中国人一般的他会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装鞋子 但是越南的一般都装脱鞋 因为很多越南人家里进他们家的时候 必须要把鞋子脱掉 所以说他们家里没那么干净 但是那是习惯了 同时越南人也是非常的热情 邀请你进他们家吃饭 所以地板上吃饭 那也得把鞋子给脱掉 当时你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第一点那就是随会穿拖鞋 以后来越南人家 你就不用尴尬坐在地板上吃饭 不会怕脚抽不抽了 第二点 我中国朋友坐到对一点之后 来越南都被人家称为是很三解人意的 那是什么 那就随会说谢谢 谢谢 感恩 感恩 他就是很真诚的样子说 感恩 第三点 也是中国人来越南之后 都是给越南人最大的一个评价 那就是越南人很懂得礼貌 因为在路上不管是你见到一个陌生人还是熟悉的人都会点个头 或者说你好 心嚷出巨鞋 心嚷出巨鞋 哥哥好 爪安 爪安 妹妹好 爪 M 爪 M 姑姑好 爪子 爪柯 这个常用 叔叔好 爪竹 爪竹 爪好 爪鸡 爪鸡 蘑菇好 爪吧 爪八 你学坏了吗 你来越南的时候觉得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会很受越南人的欢迎的 那么你什么时候来越南 如果大家想学习越南语 想了解越南人的话 不要忘了给小张点个小爱情的关注哦 越南欢迎妹